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激烈冲突 过程中不少人重担伤痕累累 包括一名80岁老婆婆也受伤送医 这波冲突起源于6月18号 民选村委主任林祖恋 准备召开村民大会 继续上访追到土地前夕 遭公安漏夜自家中带走 催命隔天开始天天上街示威游行 几天后林祖恋在官方媒体现身 坦诚犯下贪污罪行 由于做起对法律设施的弹幕和公司 在民生工程中收受了和大客项目回扣的图价 林祖恋被控在乌坎村土地交易过程中 收取八万八千美元的回扣和贿赂 村民不服土地没讨回来 林祖恋又被罗知莫须有的罪名 扩大罚起罢工罢事 抗争总共持续了85天 没想到9月8号 林祖恋仍以受贿罪名 判刑三年一个月 罚款20万元人民币 不到一周内 更蛮横的镇压行动发生了 乌坎遭到封村 断水断电断粮 村民怒指情况可比日军侵华 当天除了带头游行的村民 包括媒体记者在内 至少有上百人被捕 对乌坎村得来不一的民主遭践踏 整体普选不成的港人感同税受 速度发起示威声援 要求释放被捕人士 2011年 乌坎村民不满官商勾结 盗卖3200亩村民共有土地 7亿元人民币造贪官私吞 连续几个月发起示威 迫使政府惩处官员 并在隔年首度举行 一人一票的村委选举 被国基建视为 中国基层民主改革的标杆 乌坎民主村之民不进而走 然而为何当初的怀州政策 在习近平上台后就变了调 其中恐怕另有引擎 实际上很可能地方官在乌坎村的 这个土地交易当中拿了贿赂 否则的话 如果地方官和这个土地交易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是村委会干部和公司之间的买卖 那里面有黑幕 那么很可以通过司法的 民事诉讼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既然政府要这样高调介入 强力镇压 那说明一个问题 政府害怕村民的抗议 会把这个政府官员 从中拿取贿赂的这些黑幕 给抖了出来 学者抨击 中共对乌坎险心镇压 手段无意六四屠成的缩小板 也有评论认为 习近平此举 是为了在明年底十九大召开之前 巩固权力 然而打贪动作频频的习大大 这回不打贪官 却打手无寸铁的乌坎村民 不将乌坎土地纷争 巨额贪腐事件查清楚 却掐死中国仅存的基层民主 长远来看 恐怕将削弱中共的统治基础 记者都昏迷不到 这个月初在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当中 拿下最高票的本土派议员 朱凯迪 在竞选期间 就被黑帮如影随形的跟踪威胁 在选后更是变得贵本加厉 逼得他得报警寻求保护 但是尽管如此 朱凯迪仍然坚持追打 关注多时的公务弊案 也成为香港当前人气最高的群众英雄 香港新界西区候选人 朱凯迪正臂高呼 拥抱顺选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两天后 他已经在律师陪同下 报警请求保护 因为接获消息 有人买凶暗杀他 价码跟时间等细节都有了 朱凯迪感觉威胁已经迫在眉睫 坦言早有心理准备 但是不想当劣势 如果香港有犯罪的战略 我被杀了 我并不认为这会导致 香港对香港的未来 所以我必须要非常小心 在我的生活和我的家族的生活 朱凯迪新年38岁 轻瘦身材 经常是一身素色便装四处跑 他年轻时在明报国际新闻版任职 后来跑到伊朗学波斯化 去采访战后的阿富汗 2007年 他参与保卫天心码头 跟皇后码头的抗争 踏上社会运动之路 2009年港府批准新建 连接广州 深圳 香港的高速铁路 必须拆除新建的石岗菜园村 朱凯迪率老农跟村民抗争 最后争取到全村搬迁重建 朱凯迪一家人 也搬进了重建后的菜园新村 女儿取名为不迁 就是取自当时 不拆不迁的抗争精神 他到现在还是长期关注逼迁 违法清道废土水泥等弊端 新界最早是租界地 从殖民时期的港英政府 获得许多特权 最正义的就是原居民 成年南丁 可以申请土地盖住房的丁权 现在许多人把丁权 卖给建商获利 叫做套丁 加上有清中 清建商的乡绅 把持乡议局护航 乡议局又在立法会 拥有当然席次 形成了庞大的利益结构 所谓官商相黑 私相授受 弊端很多 朱凯迪当初捍卫的菜园村 就因为不是原居民的村落 而备受排挤 也让他萌生参选从政 从体制内推动改革的想法 朱凯迪从一趴支持度拼起 他抽丝剥茧 追打官商相黑结构性问题 踩单车环保竞选 捍卫农地和水源 也主张无论一国两制 或者港独等路线 所有香港的公共事务 都应该用民主方式参与争取 在近年来反中 本土思潮高涨之下 获得很大的共鸣 写下超少经费 拼出得票网的传奇 为朱凯迪惹来生命威胁的 导火线之一 是他选前就揭发的 恒州公屋开发案 选后他无惧恐吓 继续追出特首梁振英 2013年疑似包庇 盘踞公有地出租的 原居民乡生 改为开发绿化带 1万7千户的公屋 缩水到4千户 官商相黑活教材 成为当前香港政坛 最热议的话题 在此同时 他的团队还在回收 竞选步调旗帜 做成包包 二次利用贯彻 环保爱土地的理念 这样的非典型政治人物 进了立法会 会掀起什么样的波澜 还值得持续关注 记者施惠中报道 印度有部分的妇女 是把代理孕母 当成是脱离贫穷的手段 让印度成为 全球代理孕母最多的国家 同时也是产妇 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而印度政府 最近是打算要立法 禁止代理孕母 但是这也可能 让这个年产值高达 720亿台币的产业 从合法变成非法 也让代理孕母 会面临更多的风险 躺在病床上休息的 西娃卡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 现在肚里怀的这一胎 并不是家中的新成员 而是她担任代理孕母 帮别人生的孩子 在印度 单云一次费用 约在2万到3万美元 是美国价格的一成 由于医疗技术成熟 成本低廉 自2002年开放实施以来 变成了全球生育旅游的大热门 吸引来自英美澳洲南非 及日本等地的不孕夫妇 慕名而来 一名而生的生育诊所 多达2000家 每年创造23亿美元的产值 也让大约2000个 渴望脱贫的印度妇女社会 正在医院待产的夏米拉 如果顺利为代理雇主 生下双胞胎 就能赚取6000美元 虽然酬劳不到 美国代理孕母的四分之一 但对每天只能挣几块美金的 印度穷苦家庭来说 已经是天文数字 只而初解子宫为人代孕 也衍生不少问题 譬如一旦生下女婴 或有缺陷的孩子 往往遭到弃养 此外为了增加怀孕几率 植入多个受精卵 也会造成多胞胎 增加代理育母堕胎的风险 为了消除剥削妇女 及违反人权等诸多疑虑 印度政府上个月底 提出禁止商业代理孕母法案 只允许结婚至少五年 在医学上确认 无法怀孕生子的 印度籍夫妇申请 代理育母也必须 由非盈利的近亲自远担任 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诊所业者反弹 这项法案11月将交由国会宣理 一旦通过 将粉碎印度贫穷妇女的发财梦 如何协助她们脱贫 恐怕是印度政府下一步 该证实的问题 剧者都欢迎不到 菲律宾的扫毒战争是持续杀不停 本中又有一名45岁的女子 疑似是卖毒给社会名流 结果横尸在马尼拉的街头 这名拥有英国和菲律宾 双重国籍的女子 她的父亲是英国男爵 而姐姐是菲律宾的知名隐形 45岁的奥罗拉穆尼汉 10号被发现身中五枪 沉湿马尼拉街头 身旁有一片纸板 警告其他贩毒给名流的人 将跟奥罗拉的下场一样 奥罗拉2013年就因为持有毒品被捕 后来保释 她的父亲是英国男爵 嫁到中落后 扯上毒品走私跟榨妻 逃到菲律宾娶了奥罗拉当五娘的妈妈 奥罗拉的姐姐则是知名隐心 就算奥罗拉拥有英国国籍 但跟总统杜特地上任时新起来 3500名在扫毒行动中被击毙的人一样 对奥罗拉执行私刑的杀手 不会因此受到惩罚 杜特地铁碗扫毒 为自己扫出高人气 竞选时她说半年内要终结毒害 18号杜特地坦承无法达成目标 希望民众再给她半年时间 杜特地说上任后才发现 毒品问题比她想得严重 现在掌握到的涉毒名单 厚达8公分 包含政府官员跟警察 杜特地放任不经审判 就私下处决毒贩的做法 受到国际社会的抨击 事实上杜特地过去25年 担任达沃市长期间 就被指控过以暴制暴 最近一名杜特地的御用杀手 出面向国会指控她的罪行 57岁的马托巴多说 杜特地的赶死队能写杀害一千人 对象有毒贩、性侵犯、绑匪 但也有杜特地的仇敌 包括批评她家族的名嘴帕拉 以及跟杜特地儿子针锋吃醋的负伤 他还说莫及杜特地亲手开枪 击毙党路的司法部官员 对于反对党议员召开听证会 调查他是否执法过当 杜特地说就算召开一千次听证会 他也不在乎 直到毒贩全部消失 他才会罢手 记者陈秋梅报导 来关心中东的燕门 燕门去年初爆发了全面内战 18个月以来 夜门有超过六成的民众 身陷饥饿的处境 而联合国都指出 光是被反抗军胡塞组织 占领的沿海省份何台达 至少就有十万名不满五岁的幼童 濒临饿死了危机 今年五岁的沙利姆 因为严重营养不良 让她外表看起来像个不到一岁的婴儿 临床超过十位的孩童 跟她情况非常像 大家都是长期处在饥饿与绝望中 沙利姆身形消瘦憔悴 几乎没有活力 她的嘴巴和眼睛严重干枯 不断用舌头舔自己的嘴唇 瘦到皮包骨 令人心痛 沙利姆之前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住院 好不容易出院了 又因为饥饿过度而倒下送医 情况恶化 这次住了一个多礼拜 在河台达最大的医学中心里 病房不够 因为这样的小病患越来越多 营养不良的孩童只能穿着尿布 而且尿布的腰围比他们的身材还大两倍 叶门内战打了18个月 伤害了许多像沙利姆这样五岁以下的孩童 他们严重营养不良到几乎面临饿死的命运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光是河台达省就有十万个 在河台达省就增加了 以沙烏地阿拉伯为首的九个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组成联军 去年三月开始攻击夜门禁内什叶派最大的叛军胡塞组织 内战因此开始 据传胡塞组织利用渔船走私伊朗提供的军火跟毒品 因此联军疯狂轰炸渔港渔船市场和道路 连燃料都短缺 渔民也不敢出门 夜门内战至少造成一万人死伤 三百万人流离失所 夜门人口两千六百万 却有一半的人处于严重饥荒当中 医生说人道救援是目前迫切必要的 沙利姆原本应该会是个健康的小孩 但是长期严重的营养不良 让他变成这个模样 为他治疗后 沙利姆多了些活力 体重也增加了一些 但未来他的家人在如此激贫交迫的处境下 无法确定能让沙利姆撑多久 也不知道无情战火中有多少小孩能生存下来健康长大 记者黄定林报道 好 梅俄两国一个多星期以前才罕见的共同促成了叙利亚停火 不过这一纸停火协议才一个礼拜就失效了 连满载粮食含药品的联合国车队都在阿勒坡封锁区外找到空袭 这也导致超过20位人道工作人员丧命 而叙利亚人民也等于又被打回了苦难的原点 脆弱的叙利亚停火协议19号结束 回到炮声隆隆的日常 联合国补给车队惨遭空袭 造成20名工作人员丧命 31辆货车中有18车被炸成废铁 车里满载着要送进阿勒坡东部 78000人民生所需的小麦 预含毛毯跟医药用品复制一具 车队早就申请了运输许可 也知会了交战各方 仍然难逃厄运 是谁炸的 美俄双方又陷入互相指责的口水战 阿勒坡是叙利亚第二大城 曾经是国家经济火车头 五年内战之后陷入分裂 反抗军控制的东部地区 被政府军跟俄军联手封锁 早已经陷入人道危机 19号当晚 封锁区新一轮空袭再起 淡如雨下 乌垮入瘫 还有人受困在瓦砾堆里 连医疗站也被炸 孩子们灰头土脸 吓得发抖的样子 让人心疼 在政府军控制下的阿勒坡西区又是不同的光景 虽然一样是处处断缘残壁 居民大量出走 但没有武力封锁 小板生意勉强还过得下去 只是顾客群全变了 阿勒坡西的动物园 动物同伴们饿死病死 上个礼拜 美俄好不容易促成亭果协议后 人潮趁着开斋及假期短暂回笼 大人看见陪伴自己长大的快乐 还活着都很清晰 可惜停火又是昙花一现 快乐只能继续守在大笼子里 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等到太平的一天 记者石会中报道 美式职业足球就近349人队的四分位凯普尼克 为了抗议美国种族歧视恶化 在球赛演唱国歌的时候 是以不起力 不向国旗行礼的方式来表达抗议 这也引来各方的论战 虽凯普尼克在上个球季结束前 就由先发降维替补 但是他的球衣销售却突然变好 美国总统欧巴马就说 凯普尼克的行为只是在行使宪法赋予他的权利 但是嘴巴最坏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则是直接叫他滚出美国 凯普尼克上个月28号在热身赛开打前 拒绝在演唱国歌时起立 向国旗敬礼 因为不满长期以来 美国国内日渐严重的种族歧视 他的父亲是非裔美籍 但是在他出生前就离家 母亲是贫穷的白人 凯普尼克在出生六个礼拜后 母亲将他送到另外一个白人寄养家庭 理由是让凯普尼克有更好的生活 不过凯普尼克25年来不曾与生母见面 外界推测或许他在成长过程中 累积相当多的不满 才有这些举动 美国总统欧巴马在被问起这件事 回应很简单 但亦有所指 他正在执行他的正确实 要作为一声 我认为有长时间 的资格质人做的事 我认为有很多方法 你能做的 作为一件事 在关于带额和国家的奖励 和这对我们的男人和女人的衣服 和那些对我们的奖励 这就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让他们通过来听到 他们的关系更深的关系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则直接叫凯普尼克滚出美国 凯普尼克抗议的举动让他的球衣销售变好 另外他还宣布捐款一百万做公益 不过有些球迷根本不领情 但回到球场上看凯普尼克的近况 不少运动评论员认为 或许他根本在转移焦点 因为他打过超级杯 年薪一千一百九十万美元 上个球季的尾声时 却从先发四分位被贬为替补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美国球迷 都会在唱国歌时乖乖立正 排队买热狗的大友人在 凯普尼克或许想把事情搞大 但是当四九人队本季在热身赛时 客场出战电光队 全场四万七千名观众暴以狂虚 仍让他饱受窘迫 凯普尼克曾说 他要看到情况好转 才愿意向国旗敬礼 而他一连串的举措 究竟能不能带来正面效果 显然现在还看不到答案 记者黄玲玲报道 德国福斯汽车的废弃检测弊案 已经满一年了 但是一年过去 修正好的福斯汽车 竟然还不到一成 欧洲环保团体就指出 其实不止福斯 其他大厂的柴油车辆 废弃排放是比福斯更加严重 也照样在各国趴趴走 根据欧洲交通与环境联合会 T&E最新的报告 被点名的包括意大利菲亚特 法日合作的雷诺日产 英国的佛赫 日本的林木等等 这些厂牌的柴油车 虽然不像福斯被抓到 检测软体作弊 但情节更严重 因为当这些车子一上路 检测功能就完全关闭 根本不发挥作用 根据2014年生效的 所谓Euro 6 也就是欧盟第六期环保标准 柴油车每公里的废气排放上限 是0.08公克 比第五期的0.18公克严格许多 T&E的报告指出 菲亚特的柴油车 二氧化氮NO2的排放量 达到法定上限的15倍 这种主要的污染物质 可能引发鼻子麻痹 甚至肺水肿 也有研究显示NO2跟婴儿猝死有关 另外 雷诺日产的柴油车 NO2的排放也超标14倍 其他厂牌污染量较低 但也超标3到10倍之多 而欧盟几个主要经济体 包括法德、英国和意大利 总共有超过1800万辆超标的污贼车 每天在路上跑 大约每100辆车当中就有80辆 会排出有害人体的废弃 这份最新的报告 会引发什么样的后续效应 有待观察 记者许佳人报道 非常感谢您这个星期的收看 也请您继续锁定 明天晚上7点半 全球现场满游天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全球现场满游天下 我是李小如 这个星期首先来看的话题是 日本的双心小家庭 其实和台湾一样 因为没有时间照顾小孩 常常要得请爷爷奶奶来帮忙 有一项结果令人意外的民意调查就指出 日本的阿公阿嬷 的确是很喜欢照顾孙子 但是其中却有高达四成的阿公阿嬷 对自己的儿子女儿很不满 因为他们认为 从儿女请求托儿照顾的态度来看 实在是太不懂得感恩 慢慢打开起居室的门 读读木女士到母亲家 要准备接小孩 日本双心家庭 近年来越来越多 像这样把小孩交给父母带 到下班后再接回来的人 比比皆是 不少阿公阿嬷 也很乐意在子女上班时 帮忙带小孩 日本旅行业者举行的网络调查发现 超过八成的爷爷奶奶 很喜欢帮忙照顾孙子 但却有39%的人 对子女交托小孩的态度很不满 追究其中原因是 子女对他们的协助完全不感恩 其次是认为子女太过溺爱孙子 另外也有子女没有顾虑到 他们的作息跟安排 就把小孩交给他们照顾 事先沟通之后 确定老人家在没有预定行权 身体状况也能够负担之下 才放心把小孩交给他们 专家建议 双心父母们如果要将小孩交给长辈照顾时 需要多考虑长辈的健康与感受 在无法取得平衡下 仍然得以不麻烦他人的前提之下 取得解决方式 避免因为个人的问题导致破坏 与父母跟小孩的双边亲子关系 记者陈希特末道 台湾的重阳敬老是9月9号 而日本的敬老节是在9月19号 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 日本超过100岁的人瑞 目前总人数已经有6万5千多人 是有史以来人瑞最多的一年 而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百岁人瑞当中 女性所占的比例 竟然高达将近9成 还记得日本的金婆婆跟银婆婆吗 在1990年代 这对双胞胎因为双双健康 活到超过100岁 分别在107跟108岁时告别人世 还被金氏世界记录 封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双胞胎 而现在日本最长寿的人 可是住在路儿岛县的天道婆婆 由于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是日本的定老日 日本后生劳动选都会在这个时期 统计国内人瑞的总人数 到这个月1号为止 全国超过100岁的人瑞 共有65,692人 比起去年增加了4124人 是历年来人数最多的一年 其中男性有8000多人 女性却高达5万7000多人 占比高达88% 为了祝贺这些长寿的爷爷奶奶 政府每年都会颁发纯银杯子 当成纪念品 但因为医学的进步 人认人数连续46年成长 今年有鉴于人数太多 纪念品的材质改成度饮材质 价格也从原本的7600日元左右 降为一半3800日元 让国库支出省了一亿之元 而另外除了银婆婆享松瘦 108岁之外 她的四个女儿 目前也分别高龄92岁到102岁不等 四位姐妹也打算挑战八年后 同时超过100岁人瑞的世界纪录 记者 陈氏同胞岛 尽管日本是世界前八大经济体 但是日本仍然有大约六分之一的儿童 是出生在低收入的家庭 而这个比例明显是高于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平均值 有很多日本的贫穷家庭 因为担心孩子被看不起 或是受到歧视 很下心来 再怎么样也要替小孩买一支智慧型手机 但是这些孩子到了学校 却连100日元的饮料都买不起 为而不让这些贫穷的孩子挨饿 日本的担心人士在全国是成立了319个儿童食堂 让弱势的孩子们花一点小钱 就可以饱餐一顿 东京一间住宅里面 大人小孩围着长桌享用沙拉 咖喱饭跟水果 愉快地用餐气氛 感觉就像家庭聚会一样 但事实上这里是为了低收入家庭儿童 特别开设的食堂 只要付300日元 就可以饱餐一顿 对他来的年转駕 是为了予付出身小孩的肺部 但是有任何年转駕 知密研究童的肺部 因敬略氏ets里面是有多重症或是 因敬略贼的年转駕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4年的普查 日本有超过16% 大约1分之1的儿童 出生在低收入家庭 比例高于经合组织会员国13%的平均值 这份普查报告促成了大春在东京劳工区荒川 成立儿童食堂 现在全日本的儿童食堂 已经增加到319家 日本政府把儿童贫穷比率上升的原因 归咎从90年代以来的经济下滑 造成家户所得下降 另外就是单亲家庭 特别是单亲妈妈数目增加 为了照顾小孩 单亲妈妈只能从事低薪不稳定的兼职工作 统计数据还显示 日本现在正在抚养小孩的青年世代 财务负担比上一代更重 连66%没有孩子的家庭都觉得生活困顿 高于上个世代的54% 而单亲妈妈更有高达85% 觉得捉襟见肘 为了挽救低收入家庭小孩 世纪贫穷的命运 安倍政府提出了一些措施 除了要求各界落实儿童教育平等 各地逐步设立免费幼儿园以及托儿所 近期发放奖学金 帮助低收入户评同顺利就读高中 并对想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无息贷款 单亲家建议更切实际的做法 是增加育儿津贴 以及单亲家庭抚恤金 同时呼吁政府调整社会福利预算 将长期来偏重照顾扰人的预算 拨一点投资日本未来的世代 记者陈秋梅报道 印度是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世界第三大的珠宝市场 有调查就发现在印度的珠宝钻石 有超过半数是被年轻人买走的 印度的年轻人偏好量身打造的设计款 而且年轻族群也已经形成了新兴的消费市场 这也让传统的业者不得不重视这股商机 镶满粉红钻石与碎钻的宽板手环 胸化造型点缀金粉的钻石项链 这些华丽高贵的珠宝 最近在梦买的国际珠宝展上特别吸睛 随着印度经济起飞 越来越多年轻女性舍得买珠宝犒赏自己 她们的品位与传统时代截然不同 讲究独特创新 还要有个人特色 珠宝业者调查发现 印度女性心目中最想要的奢侈品 精致珠宝剩余电子科技产品 其中最实的销售量 过去20年稳定成长 这也与越来越多女性投入职场 穿戴珠宝机会增加有关 这群购买珠宝的主力族群 年龄约在25到34岁被称为迁徙世代 一向调查发现 在美国这个又被称为Y世代的族群 不必等男人买钻戒求婚 就会给自己买珠宝 买珠宝自用的比例 从2005年的一乘六 上升为2015年的两乘五 印度也有类似趋势 握了银河千辛世代的品味 珠宝设计求新求变 一项调查显示 去年全球转时需求量成长2% 机市需求量减少3% 在印度则是机市需求为负增加 转时略微下降 记载在外面不道 英国伦敦街头的红色电话亭 就和双层巴士一样 一直都是这个国家的视觉象征 但是随着手机的普及 经典的街头电话亭 如今只能作为游客拍照的背景 偶尔也有都会游民来临时气声一下 不过有一家来自美国 专门改造办公室空间的新创公司 现在透过科技的巧妙运用 让这些电话亭成功变身 打造成迷你出租办公室 而且不管是寄次或是包月租用 都能任君选择 经典的红色电话亭树立伦敦街头 成了外国游客拍照学情的最佳选择 看到它就等于看到了伦敦 但随着手机的普及 这些电话亭早已无用武之地 美国一家专门改造办公室空间的新创公司 结合科技与创意 像这一间间红色小亭子 改造成短期的出租办公室 小小的空间里 办公所需的设备 包括可拨打本地跟国际的电话 几乎一应俱全 改造电话亭的最初理念 是希望给一些没有固定办公室的自由工作者 也有一个舒适的地方 让他们在短时间内 快速处理公事 或拨打商务电话等等 红色电话亭 1926年最早出现在伦敦街头 1935年为了庆祝国王 乔治武士的盛典 推出更新版 并延续致敬 BBC指出 这些红色电话亭 都是在1985年之前制造 过去30年来 数量急速减少 在1980年 我们有了78,000红电话箱 现在我们下跌至7,500 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好想 再重复这些 进入21世代 行动电话亭办公室 使用一次大约在10英镑左右 值得约台币470元 当然也有台币940元的包月服务 伦敦的罗素广场 9月份启用第一批 一旦节前 到伦敦地区能有50座 预计明年全英国 会有300座电话亭办公室 事实上 除了改成行动办公室外 有些电话亭 也被改装成迷你咖啡馆 别有一番滋味 也证明了 只要发挥创意 大时代下的经典文物 也能在现代城市中 找到新的角色 记者就人情报道 日本九州的佐赫县 是最常被日本人忽略的旅游地点 也曾经被日本人票选为 最不想去观光的县市 不过这两年 佐赫县的观光行销是拖台换骨 例如佐赫县和航空业者合作 推出只要台币230元 就能买到东京飞王佐赫的机票 另外只要事先申请 就可能租到一天才320元台币的代步汽车 而这些宛如打折戈喉栈的低价行销策略 也让佐赫的观光成功反省 佐赫县位处九州西北部 历史上的叫名是北前 这里已有丰富海产的有名海 跟四百年历史的代表陶器有田烧 以及西元前三世纪的大规模聚落遗址 无言里遗址为名 但是这里却是日本人票选出最不想去观光的县史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但我忘记了 我都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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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县府跟廉价航空合作 由东京成田经厂飞王佐赫 平时要一千八百元台币 但每个月的七号推出限量特价机票 一张只要台币230元 不知机票只要事先预约 就能够在机场用320元台币自用汽车 24小时内随意在县内啪啪造 到特定的合作商家去享受更多优惠 祖赫也是国际赛事中的冠军酒产地 在这个酒庄中 老板也豪气地拿出特制的冰块酒杯 让游客可以适合到冰块融化传统为止 就是各种的试喝试吃到饱 进不少国内观光客前往 让佐赫去年一整年的观光人次 刷新历年来的最高纪录 而让最没有魅力的县市 辞城县也借近规划特色行程 县府除了给予补助 让县外的观光客住宿花费可以打对折 一个人最高可折抵台币将近1600元费用 还有特色艺术祭典可以逛 免费吃喝再到观光景点走一遭 为了拉抬人气 观光垫底地区 山林鸟曲线等地也动起来 希望能够挽回观光人潮 记者全是同摩岛 在两岸参与过重大交通建设的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 近年的经营状况不太好 是在法国和瑞士边界的子公司贝尔福 原本是法国最早生产高速铁路 TGV列车的工厂 现在因为订单不够 两年内就会关闭生产线 事实上这并不是阿尔斯通公司 第一次出状况 2004年发电机事业部门 要卖给德国西门子 被政府硬生生挡下 但2014年买主换成美国奇异公司 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 购病案因此成交 但法国政府决定吃乎20% 成为阿尔斯通的老板之一 从1880年第一列蒸汽火车出厂以来 贝尔福工厂就是法国铁路工业的重镇 更是TGV高铁列车首度问世的所在 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 面对铁路事业强力的国际竞争 法国政府无论是哪个政党上台 都选择积极介入 要求法国国铁SNCF 优先采购本国生产的列车 美国的高速铁路计划 法国政府也透过外交管道 为阿尔斯通积极争取 因此阿尔斯通要关闭生产线 转型为维修工厂 不仅政府强烈不满 工会也对资方安排换工作的保证 有高度疑虑 由于明年四月就要举行总统大选 选情混沌不明 这个影响四百位劳工 规模并不算太大的官场案 却成为政坛超热门话题 选情低密的社会党政府 从总统总理到部长 先后召见阿尔斯通公司高层 希望能借着挽救一个工厂 作为拉抬声势的政机 记者许佳人报道 监狱给人的印象 一般不外乎是空间拥挤 人犯逞穷痕 黑幕重重 但是在南美洲的乌拉贵 却有一座关了七百名受刑人的寓所 是以培养创业家闻名 狱方是鼓励兽行人 学习各种新的技能 甚至还可以在狱中做生意 让兽行人也可以赚钱养家 或是给自己当零用钱 位在乌拉贵首都蒙特维多市 东方的庞塔德瑞里斯监狱 从外观上来看 和其他的狱所没有什么两样 都是高墙铁丝网 但一走进去 人们往往会吓一跳 不就是和一般普通社区 没两样的地方吗 这个囚禁了七百名受刑人的监狱 打破拉丁美洲寓所 涌挤和暴力的刻板印象 里头有面包店 披萨店 冰淇淋摊 种菜的温室 以及砖头工厂 全都是受刑人自己设立经营的 受刑人布鲁斯蒂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 喝杯马带茶就去砖头工厂做工 一天可以生产四百块建筑工地用的砖 他们将产品卖给零售商或是育友的家人 赚来的钱可以寄给外头的家人或是作为自己的零用金 钱怎么花完全自己支配 乌拉圭一所恶名昭彰的监狱 间连发生砍杀事件之后 国会预政专员语重心长的警告 只当前乌国某些预所正面临严峻爆炸性的挑战 庞塔德瑞里斯的典狱长出身教育界而非警戒 现年六十五岁的帕罗蒂不这么想 然而监狱毕竟还是监狱 经常也会发生刀蟹斗殴或是逃狱之类的事件 但对某些受刑人像是前帮派老大艾拉拉来说 这所监狱代表谋生的机会 服刑期满出狱之后 他还邀请他的表弟入伙 重返寓所在里头经营这间面包店 记者王慧文整理报道 美国总统欧巴马最近是宣布 要把夏威夷的国家海洋保护区扩大四倍 成为全球最大的海洋生物保护区 夏威夷有高达七千种的海洋和陆地生物 当地还密布着海底山 扩大之后的保护区面积 大约是有42个台湾大小 海底山是从海底地面隆起 但没有突出海平面成为岛的山 海底山在地球上的涵盖范围 超越沙漠 台湾 以及其他单一陆地栖息地 最近夏威夷大学跟保护国际基金会 一起探看夏威夷外海的三座海底山 包括从来没有人去过 阳光也照不到的库克海底山 研究人员搭乘潜水艇 前往3000英尺的海底 收集珊瑚样本寻找深海鱼 甲壳类动物 以及其他无脊椎动物 这是探看最大的收获 是发现了罕见的紫色珊瑚 只有可能是新物种 科学家预计花五年的时间 完成太平洋50座海底山的探勘 夏威夷的海洋和陆地物种 多达7000种 其中四分之一 是只有当地才有的特有种 包括海鸟 活了4500年的黑珊瑚 以及平围的金屯跟海龟 2006年时 美国总统布希在西北夏威夷群岛 成立海洋保护区 今年8月底 在夏威夷出身的欧巴马总统 进一步透过行政命令 将保护区扩大4倍 增加到150万平方公里 大约42个台湾大 成为世界最大海洋生物保护区 保护区内禁止商业捕鱼跟采矿活动 科学研究也需要申请 希望对世界其他地区 成立海洋保护区 起带头作用 记者陈秋梅报导 上周的联合国大会期间 确认批准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 总数已经增加到60个 而最常被诟病的美国和中国 也都已经完成了批准程序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乐观地认为 巴黎气候协定很有机会 在今年就可以启动生效了 包括阿根廷巴西 墨西哥等三型一国的领袖跟代表 本周在71届联合国大会上 向联合国民主长潘基文 递交巴黎气候协定的批准数 使得巴黎气候协定的批准国家 达到60个 跨越几栋协议所需的 55国批准的门槛 但由于这60国当中 许多都是太平洋的岛国 温室气体排放相当少 只占全球的48% 还没达到几栋标准 但潘基文有信心 在今年年底前就能达标 2015年12月 185国在法国巴黎 签署通过巴黎气候协定草案 今年4月22号的地球日 171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签字 巴黎协定要求签署国降低碳排放 长期方面 以西元2100年前 不比工业时代前 升温摄氏两度为标准 理想是维持温度升幅 在摄氏1.5度以下 短期而言 鼓励各国花费数兆美元 因应软化冲击 而只有在至少55个国家的国内批准 加上批准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达到全球排放量的55% 协定才会在30天后生效 全球两大排碳国 美国跟中国 9月初在杭州的G20峰会 已经向潘基文递交批准数 但另一个主要排碳国 印度就不太积极 欧盟占全球12%得飞机排放 而批准巴黎协定的进度 也不理想 不过美国国务卿凯瑞有信心 联合国11月7号 在摩洛哥举行的气候大会之前 应该就能达到启动 巴黎气候协定的标准 记者就已经报道 感谢您这个星期的收看 下星期同一时间 全球现场满有天下 我们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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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